而我們的玉山軍艦呢 在今天進行了下水儀式 這艘以四十六點三五億元 打造而成的新軍艦 配備了海艦二防空飛彈等武器 也能搭載兩棲突擊車和直升機 不僅將成為南海和外島的物資運輔主力 特別的是呢 也能化身為野戰醫院 進行國際人道救援任務 拿起小斧頭砍斷細繩 為新船直平 總統蔡英文到臺船高雄廠區 主持新型兩棲船務運輸艦下水典禮 也為新船命名 我滿懷喜悅的為你命名與直平 祝福你未來航行四海順利平安 現在我命名你為玉山軍艦 以臺灣百月之首的玉山命名 象徵海軍追求卓越克服困難 堅定捍衛海疆的意涵 以前也有以玉山命名的軍艦 今天新型兩棲船務運輸艦 再次命名為玉山 除了代表船程 也象徵中華民國國軍不怕挑戰 克服萬難的精神 玉山軍艦是新型兩棲船務運輸艦的原型艦 以四十六億三千五百萬元預算打造 大約兩年前開工 滿載排水量一萬零六百噸 配備海艦二防空飛彈 方針快炮等防衛武力 可以搭載兩棲登陸艇 AV管兩棲突擊車等車輛 以及兩架直升機 將成為南海和外島的運輸主力 玉山軍艦的維塔 採用特殊複合材料 大斜角的設計 能夠減少雷達波反射 達到逆中效果 玉山軍艦下水之後 預計將在明年四月交艦 不僅能夠提升我國海軍的戰力 也象徵國艦國造 再往前更邁進一步 以上是華視新聞記者 尹志剛 黃昭盛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